大运下路的含金量 W158AD 全新韬博 全面开花 小奶油绝活 阿卡丽经验四座 各解说直呼变态 尊称LPL阿卡丽王 是不是这把谁赢谁出现啊 好像是的吧 W和DS线都是2比0 500AD 杰克 搬了7个AD WE搬了卡丽斯塔维鲁斯艾西 德莱文家女警500AD 然后涛博这边是 办了卢西安卡莎加恶飞 然后一抢塞纳 不是四抢塞纳 然后看一下这边怎么出WE这边 自己AD也没得玩啊 玩什么呢 考验王子的英雄词了 EZ卡尔玛也行 EZ卡尔玛 选了个路 这下路纯爱揍兄弟们 不是爽局吗 这塞纳 500AD然后下路爱揍 太抽象了 这都给你打昏啊 EZ下路 EZ下路 对线有点弱的 好 最有含金量的一场比赛今天 可能是今天 唯一一场有含金量的比赛吧 WE的 要扬眉吐气 还是说丢人丢到底 前任VS前前任 说的 前任VS前前任现任 不是他俩这个关系有点乱了 兄弟们有点复杂呀 这W的和这个369 台 哦呦台能有点准嘛 但是好亏啊 你敢踩我 你踩我一个试试 挂点 小华 你血量压低 气啦 啊 啊 这落风了 这落 还忘记上来踩一脚 直接把自己踩死了 我杰克加美口 拔拔虐人 哼 上来保了一手 知道上路这个线可能会被抓 这就是上单最爱的打野 那VV的第一个粉丝帽 已经被走开了 白鹿咬住 一闪 先杀一个与上单互换 VV好像有语气一闻 是不是因为他在打对面是超博 所以他有点急啊 感觉 哼 三流角的走位就拉开了 咳咳 VV刚刚第一时间被小兵卡了一下 感觉交产因那个鳄鱼是最好的 好 最二进攻 VV没Q 来了 TIAN 老子跟你一队 你不来上路 老子距你对面了 你一直来上 TIAN 你什么情况 这波怎么说呢 这波问题有点大 这里VV出现了失误 VV感觉早点EQ上去 瞎子早死了 他EQ都是没在CD的 如了 VV有点怕 完了 死了 EZ没蓝 E 打B下路没稳住啊 不好评价 这波上野2V2 精彩是真挺精彩的 但是感觉 四个人里面 至少有三个有问题 你看这里 VV的走到 在这的时候 走到这的时候 这里一技能好了 EQ都好了 这里EQ 但是没敢上啊 这B东 A加Q 主要Y我都跟不上啊 要不就早点闪现B东 应该能到墙上 到最后闪的没叫 说美好的自己看回放去吧 哎 VV的想干嘛 在送 什么呢 VV的 断线根本不知道下着位置 又过来断线 跳怀里去了 说是 大黄的爆炎兄弟们 怎么说 AW 这是真在送啊 哎不是哥 对面打也不知道在哪里 就敢断线啊 玩这么嗨啊 没道理吧 这也能断线的呀 上一波其实就已经给机会了 有点色 兄弟 绝对异味 感觉VV的 打淘宝有点急 感觉带情绪打的 绝对是带着顶级情绪打的 这一把 很现在很急啊 下半区去不了 中路帮不了 只能想办法抓369 但是369有大呀 真说感觉很难抓 先换魔血 还有红路W的 哎呀呀呀呀 这波还真抓死了 那总假的是舒服了 回家神分了 上路结束了 我VV的还可以啊 他在 他在WE绝对有 这种韬宝没有的感觉 11分钟打野来 上路来了4次 兄弟 在韬宝打了两年 打野没来过一次 在WE一场得杯 10分钟来4次 兄弟 要哭惨了 VV的 但是下路压力有点大 下路属于 有点满头大汗了 很难受啊 这EV 坐牢啊 这下路绝对坐牢啊 一直被推线 一直被A 一直被消耗 无力回天 下打直接放了 有踢都不敢用 踢下来怕他直接死了 好 直接踢下路 老公正好要刷了 换小奶油来 不错 我们就在草里藏着 小奶油 哇 再练住 A一下就死 哎呦 年轻人 他凭什么在老子脸上晃啊 我受不了啦 得到个几率性不强的 他不过其他人在上面去拿资源 小奶油送了 这样送我也给你送去调整一下 到时候 年轻人之所以是年轻人 他必须有年轻人 该具备的数据 哎 爱王爹 临死之前吸了三只 作用很大 三打四 三打五 鳄鱼三人来迟 鳄鱼三三来迟 这么开局是一个三打五啊 打过了 这三打三五这个时间 的战斗力太强了 这EV加洛兄弟 两人加一起 能当一个人吗 咱不说别的 这两人加一起 就算一个人吗 现在双二路太有统治力了呀 Maker和杰克现在统治力太大了 往哪靠哪就得跑 小龙打B拿到了 小亏吧 至少能拖 领先不够大 说实话 淘导这个阵 只要躲过 赛拉塔姆 这五分钟之内的强势期 再往后面打 还真有机会 W 但这波打起来 三打能支援大招啊 要打一波 中野的奥V2 闪现必须到墙上 但三打支援大招啊 小天又是小天 闪眼大拳完 不给你破 任何招动攻击 等也不好跑 塞拉塔姆先来 那张大路一推了 这么主动出击 好像把大龙给打没了 这只能推出价值 下路还没推掉 推了一折 有感觉 来了 先攻应该偷了35 这波大龙掉了 有点难打了 这波再补到的话 能断很大节奏 先挂票 然后一直 Q2过去 怎么说 摸眼上去 有R 这边R好了吗 又Q到 伤害差一点 这位人头被Foco拿下来 这边有鳄鱼 直接被鳄鱼闪现收掉 阿卡丽这个位置怎么说 进来能收掉横吗 有E吗 这边鳄鱼在蒙 蒙角 但是没有闪啊 自己 这波高效量 差不多一点问题没有 这可惜 装上第一时间没R 你们知道吗 第一时间有R的话 这波应该单杀了 二环二 这样换人头 能接受啊 你是大龙buff 啊 薇窝的 在下棋 但是塔姆有吃的 这个位置很好很好 没人去探这个塔 薇窝的想当英雄 薇窝的有机会当英雄 找到了 杰克 这边怎么办 能吃啊 塔姆 大家好 A不死这个歪过了 这边 抬起来 杰克呀 杰克玩得太好了 但是玩得好没用 我人比你多 耶 去找杰克了 喂 疯疯 阿卡丽没死 个个没了 鳄鱼来了 这里鳄鱼到位 漂亮 这里落 还往里这个抬 抬得很关键 踩了三个人 不然自己是有机会的 小天一个大女伴抓过来 闪现直接被撞下来了 保比 操作全部拉完 又打了一万一 打得很惨烈 双方只打了一个三分二 面对两头笨猪 一则随便操作 先攻 偷偷 二十五 二十七 OK 好激烈 但达B 近赚一个头啊 这把感觉 不一定怎么回事了 我跟你们说 杰克这波意思有点好啊 他要是没扫出来 这波达B 绝对大火全身啊 他好像有点了解大火 没这个扫描 我感觉要炸套博 这波可能会团灭的 发毛了 微博的 黄神率先发难 想打三六九 打出一个选手 但还是交DP了 黄神跑不了了 只能尝试性 换一下 换不掉 微博的 微博的 怎么开送了 微博的 这边两个人偷大龙 但是速度稀有点慢 因为腰疑这边攻速 还是太慢了 这边 W的E 好像偷掉了 没反应啊 怎么忙还在打小龙 好 微博的 直接踢正面 过来想找哥哥 哥哥这里吃了很快 哥哥 怎么突出来呢 突出来之后怎么办 突出来之后交闪 交闪没有用啊 微博的 我也发毛了 没办法呀 这塞拉这个英雄 就打这样 越打战斗力越低 现在只能看奶油了 奶油这个位置 被断了 自己的叶 这边直接交大招 微博的 这边好像自己要没了 阿卡丽直接闪一下啊 我只能说 这就是阿卡丽王 这就是阿卡丽王 兄弟们 太体替了 阿卡丽太顶了吧 369 好能扛 这波369C了 两边上单都打了5000伤害 ED基本上是零伤害 这波假哥是至少打了5000伤害吧 这波团 这波团全靠 假哥是一个人打成优势的 队友几乎什么都没干啊 这波团 W已经打得很好了 其实 然后后续这边 就是后续不足 后劲不足了 这边还在做EDE上去之后 非阿闪踢过来 直接闪过墙 然后QQ空了 这根本在往哪里 Q兄弟 这边又Q空了一下 我都很难不拿望远镜看你兄弟 主要你太 太显眼了 他这波 除了带OB 还是带OB 但是没关系 W还有翻盘机会 还是有翻盘机会的 W挺有机会的 我又想一个问题兄弟们 就割几个等你那个梗 不是白色月牙的吗兄弟 那白色月牙都基本等李宁去了 说是 意思是这割几个等你 等的是那个369 调整好了369说是 我只能说不知不觉中 涛博感觉已经成了 LPL第一豪门了兄弟们 你看这几个ID兄弟们 除了这个中路这个 其他哪个不是响当当的名字 我把冠冠军加一起比他们LPL还多 比LPL加一起的还多 你们没听懂我说加一起的什么意思 就是LPL现在的现役选手 加一起都没有涛博一个队冠军多 涛博哥经典 先拍一拍大龙 哎被压回身了 哎呦 Maker 博比只能被迫交个大招保一下 但是EZPOK好像也还行 下路武器要带到高地了 涛博还要继续打吗 这么拼 但打龙速度太慢了 这边两个人开始偷家 这边怎么办 361人守不住 只能买人回去 好你回来 这么回来很漂亮 富货为闪 富货应该闭死了 破这闭死 这边什么情况有机会吗 还要讲的是LAMI换了一个 换命开表拖时间能拖几秒四几秒 看正面 正面什么情况 正面有没有情况 正面打起来三打三 完全不是你对手 正面EZ还有Q Q空了 再Q Q塔姆不痛 再Q 再被舔一下 再Q 再Q 是 呃 打不过赛纳 技能全空 没招 哥哥的赛纳 有点顶 呃 只能说全面溃败 22没打过 那是3v3也没打过 老巢守住 正面三打三也打过了 只能说 超住至上 151层的赛纳 太过把痛了 打人 龙魂团 必要给你盖一架了 龙魂龙 这可能是W最后一波机会了 哎呃 过来带波比波比有大招的 我一绝版踹过去想直接秒 波比大招 哇 结束哪也一死 只能把小龙魂给了 龙魂给了 看能不能有机会推中推下路塔 再把上路线吃完 这个甲子还在下路 想不进去往家里带 那没用啊 这个土龙魂已经没了 这把塔点掉 怎么说这位置 好像打不过吧 这甲子应该打不过这阿卡丽 这有点不是对手啊 下一个孙悟快好了 还有赛纳大招 不公平 人有点多 出了 看球爆好了 我一个摸一下 阿卡丽 AQ 呃 这把塔比 应该已经走远了 这阿卡丽 玩着玩着 超神了 左边把这一大招打断了 哦 陶伯 怎么能玩得这么激进啊 陶伯 DJ死了 蒙青还把表开出来 左边没伤害 一点伤害都没有 哇哦 哇 兄弟 不愧是阿卡丽 绝活哥 他 阿卡丽太夸张了 WTF 不是 他是阿卡丽 太变态了 他是阿卡丽 他在飞 他一直打团 他在飞 他 不不不 他在干嘛 他帅得像伊托 大温 你知道吗 小仔油 说他是 LPL 阿卡丽王 不过分吧 要我说 这把伊队 有一点作用 W队 有机 有机 尾番啊 这把伊队 感觉有点 副作用啊 让我们 恭喜涛博 兄弟们 那涛博出现 后面打京东 到时候看看 369打京东 小商人 除去这个 最大看点 还是阿水 Mako大战 Ruler 这是LPL 国产下路 最顶级的配置了 也是亚运 下路含金量之战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各视角的激情解说 大伙喜欢这种剪辑方式 三连支持一波呀